哎呦这这这不打马这能过什么这个 哈喽大家好我是王王我的魔王与你分享 今天带着大家来柴河分享一款我最新到货的景品 是由Title出品AMP系列雅尔贝德的黑色礼服 作为艺术家联名系列啊包装的峰会依旧是那么的精美 就是这个外包装的体积啊有些出人意料的小 景品的内包装是前后盒的吸塑 主体是分体的形式 手拿在其中啊难怪外包装会如此的小小 连接的插孔是非常的紧实 在安装的时候一定要借助巧劲 或者是借助热吹风进行局部加热 避免插装折断 组装完成之后拿在手中 说实话不知道是不是我对于该系列的期望值过高 本款的做工水平呢是没有达到我的一个心理预期 然后啊我还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它翅膀的造型和官图上是严重不符 在官图上翅膀就跟裙摆一样 包裹感是非常的强 到了食物这里呢间距就非常的大了 让我一度以为要买了一个盗盘精品 那其他的细节我们从头部开始看齐 在面相的刻画上呢一直都是抬头的强项 眼睛的细节啊刻画的是相当的细腻 脸型的轮廓又做出优化 面露浅浅的微笑 语神的气质啊直接拉满 头上的双脚是独立分剑 并且带有一层光泽漆 奇奥的长发发量充足的令人形声羡慕 法丝的细节锐度也很是不错 在头发的末端啊是带有紫色的透明渐变 服饰的造型从原先的纯白礼服变成了黑紫色 在进一步的凸显了身材的同时 宽如一颗闪耀的黑珍珠 充满了神秘的气场 比较可惜的是 仅在腰腹处的绸带上有竹缸漆的涂装 其他地方还都是塑料成金色 所以就显得景品的整体质感啊很是一般 在身后脱地的裙摆上 是有着丰富且自然的褶皱刻画 整个腿部的刻画都是相当的修长直挺 礼服下服如凝脂的肌肤上是有一层消光漆 摸上去的手感啊那真是一个地道 脚上的高跟鞋通过分色涂装啊进行体现 造型呢就非常的普通了 在手部也是有着细致的刻画 但紫色的手套是成型色的独立分件 左手这里因为是分体的缘故啊和腰部啊没有贴合 看着是多少有些别扭 乌黑的两片天使羽翼环抱在腰间 羽毛的细节纹理刻画是非常的清晰 不仅如此啊 翅膀上还有见面的阴影涂装 这可是TITLE在众多雅尔贝德景品当中啊 第一次带有翅膀的造型 一台呢就是一个塑料成型色 上面没有印刷涂案 所以显得多少有些廉价 那看完了本款景品的全部内容 最后我们来进行下总结 发售日期是23年的8月份全高20厘米 虽说本款景品啊在各方面都有着不错的表现 作为一款普通的景品来说啊 完全算得上是中上游的水平 但是要和同系列的前几款相比 本款雅尔贝德真的算不上是优秀 那以上就是本期某文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记得多多点赞 我是五王王 如果有下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